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关于内插法 内插法这是一种方法 实际上它是一种典型的数学方法 和专业没有太大的关系 内插法又叫做插指法 那么它的一个具体运用 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它是一种近视的方法 近视的方法 好 我们先举个例子 给你们来感受一下 假设 小王同学是一位小学生 哎呀 平时非常聪明 但是就不好好学 所以老王就有办法了 老王就对小王说 期末考试 如果你考了100分 讲 讲多少钱 假设又讲500元 讲王很有干净 那如果说考了80分呢 考了80分 考了80分 那就没有讲六了 对吧 有的人说 那考了70分 考了60分呢 考了70分 考了60分 一个巴掌就呼过来 咱就别管了 好了 那结果 小王同学期末考试 发挥的不胜理想 只考了 假设 只考了90分 那这个90分拿回家 哎 我就问同学们 老王同学 会有没有奖励啊 对小王同学有没有奖励啊 有 奖励500吗 嘿 奖励不了那么多 那我就问同学们 根据前面告诉的 已知条件 你认为老王 奖励小王 奖多少钱比较合适呢 奖多少钱比较合适 哎 咱可以这样算 咱一看 100分 奖500块钱 80分 奖励零 说明什么 说明 在80分到100分 这个区间 每一分啊 都是值钱的 那么这个区间段 总共有20分 这20分 就对应的是500块钱 那基于此 1分对应多少钱呢 500 再除以一个20 每一分 就对应25元钱 也就是说 只要小王同学 超过80分 每一分 就讲25块钱 现在 小王同学 考了90分 那超过了80分 超过了10分呢 既然超过了10分 行 奖励多少钱 超过了10分 这时候呢 就讲250元 是吧 好了 这就是差值法 它的一个基本思路 从具体劣势来说 它有如下的 两种具体计算 第一个 第一种思路 先算出 它的一个分配率 那怎么算出来 那每一分 到底多少钱 对吧 好了 那我们怎么劣势呢 可以这样来 那是 首先有一个基础啊 我们从80分的基础上 往上走啊 那80分是0 再加上 再加上 每一分到底多少钱 算出来 那应该是 用500 用500 再减去0 再除以100分 减去80分 这每一分 减25块钱 然后 它超过了80分 超过了多少分 再乘一个 90 再减去80 超过了10分 再加上一个基础 那行啊 这是第一种具体的计算思路 这个计算思路 好理解 但是这个计算思路呢 哎 我们算起来 相对比较麻烦 尤其是到了后面 这一参数 到底如何确定 有的受众友们 乱成一锅粥 嗯 不太建议 那么第二个计算思路 来 我们来列位置参量 咱们怎么列呢 哎 咱们这样的 好 我们列个等式 等式的一侧 等式的一侧 是分数差的比 等式的另一侧 是奖励资金差的比 哎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别着急 别着急 跟上我的思路 等式的一侧 刚才我们说分数差的比 那行 我们假设 现在 一百分 再减去八十分 哎 我们 从基准的角度来讲呢 差了二十分 那么再除以 再除以 小王同学考了九十分 再减去八十分 这啥 分子是分数差 分五是分数差 这不就是分数差的比吗 那么对应 对应的是奖励的资金呢 奖励资金差的比 一百分 奖励多少钱 一百分 就奖励五百块 对吧 哎 一百 对了是五百块 八十分 奖励多少 八十分 就奖励一个大鸭蛋 奖励个零 那 现在九十分 奖励多少 不知道 九十分 奖励个X 再减去 八十分 奖励个零 就行了 哎 这样劣势 非常容易搞定 这样劣势啊 不容易预测 那下面第二种方法 它的一个劣势的一个基本内涵 或者说它的一个关键点 在于AE对应 那你看 前面这个地方 一百分 对应的就是五百 八十分 奖励个大鸭蛋 对应的就是零 对吧 九十分 对应的就是X 位置参量 八十分 对应的就是零 那也突然说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顺序啊 如果也突然说 我来劣势 我就这样劣 就是八十 再减去一个一百 再除以一个九十 再减去一个八十 哎 这样劣势 可不可以 可以 注意AE对应 来 假设你的等式的左侧 是八十减一百 再除以九十减八十 我就问同学们 等式的右侧 你应该怎么劣 AE对应 八十分 讲多少钱呢 八十分 讲零 那么一百分 讲多少钱啊 讲五百 九十分讲多少钱 不知道 讲X 八十分 讲零 对吧 只要 单号的左侧和右侧 只要AE对应 解除这个位置参量 一定就没有问题 这就是内插法 这就是插值法 两种具体的计算过程 我特别隆重推荐同学们 选第二个 第一个 容易错 特别容易错 好 既然如此 来 我们看下面再要提 看是否能够搞定呢 说现在向银行存入了两万块钱 那年定利为多少的时候 可能保证 在以后的九年当中 每年取出四千块钱 看到这样的题目 别着急啊 把具体数字的经济含义 给它搞定再说啊 现在向银行存入两万块钱 请问是中值还是限值啊 现在存入 那一定是限值 下来 才能保证在以后九年当中 每年取出四千 请问 这个四千又是什么东东 这个四千 那当然是年金呢 好 那么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年金 可以问一下 现在往银行存入两万块钱 那以后每年取出四千 那按照常理来说 就是我现在存入两万块钱 那第一年的年末取四千 第二年的年末取四千 一只取九次啊 基本上按照这样理解 那这样呢 我们的年金的个数 n就等于九次 然后呢 我们的利率i 位置参量一个问号 好了 现在咱们把这些参数啊 通过四十把它列出来 好 我们的限值是两万 就等于 就等于年金 年金是四千 再乘一个年金 限值系数 则限率不知道 七数为 九七 七数为九七 九个年金 行了 九个年金 好了 咱把四十列出来 那么在这个四十当中 你们一看 是不是就只有一个位置参量啊 咱们一定能把这个位置参量给确定出来 好 接下来化解一下 对于这个系数来说 年金限值系数 则限率为i 七数为九七 一化解 它就应该等于五 好了 现在解不出来了 那解不出来怎么办 解不出来怎么办 接下来咱就得看一看 关于差值法的具体应用 我们查后面的年金限值的系数表 我们得到如下的这两个参数 当则限率为12% 利率为12%的时候 九七的年金限值系数 5.328 当则限率为14%的时候 九七的年金限值系数 是四连9464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 这个年金限值系数 等于五的时候 它的利率受到差 你们马上就会发现一个 显而易见的结论 我请问 对于这个位置参量 这个利率 那它的一个取值范围 应该在哪 取值范围 是不是一定应该在 12%和14%之间呢 是吧 因为12%的时候 是5.3282 比5稍微大一点点 14%的时候呢 是四连9464 比5又稍微小一丢丢 所以我们这个则限率 I一定介于12%到14%之间 这个结论 首先咱要把它搞定 好我们知道了这些结论 知道了这些条件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一个 差值计算 对于差值的计算 刚才我说过 有两种方法 是吧 第一种和第二种 第一种呢 我们直接算 第二种呢 我们列方程 对于第一种 我们直接把它抛弃 别管第一种呢 太麻烦 特别容易错 所以我们直接 看一下第二种 好了 把前面的 已知条件放在这 当利率是14%的时候呢 年金限制去数 4.9464 利率12%的时候呢 年限制去数 5.3282 我们要求的就是 当年金限制去数 为5的时候 这个利率到底是多少 好了 开始 劣势 那么劣势怎么劣 劣势 我们同学们 说一个具体的小细节 这样呢 这个计算的时候呢 相对比较简单 在劣势的过程当中 利率差的比啊 你尽量把这个位置差量 放在分子的倍减数 好 这样如此 来 位置差量i 再减去12% 再除以14% 减去12% 好了 这是单式的左侧列数 等式的右侧呢 咱一一对应 这个利率 位置差量i 所对应的年金限制去数 再减去 12% 对应的是 5.3282 接下来 14%对应的是 4.9464 再减去 12%对应的是 5.3282 好了 这个式子就列出来了 式子列出来 朋友们 答应我 下去 自己至少得算一次 至少得算一次 好了 下面 我们跟朋友们算一算 到底应该如何计算 这 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 来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 进行个化解 怎么化解呢 朋友们一看 单式的左侧 i 减去12% 再除以2%呗 等于四个右侧 分子分母 你稍微算一算 对于分子来讲 负的 负的 0.3282 对于分母来说 同样 是负的呀 负的多少 来 我拿起计算器 算一算啊 4.9464 再减去 5.3282 正一算 负的 0.3818 好 这是第一步 把这个四个化解 接下来第二步 第二步继续化解啊 那么 i 再减去12% 再除以12% 就等于 就等于 把这个算出来 那么现在呢 是负的0.3282 再除以 负的0.3818 两者一相数 那应该是 等于 0.8596 好了 我们来第三步 第三步 你把这个2%拿过来 是吧 i 减12% 就等于 0.8596 再乘以2% 第四步 第四步 i 就等于 0.8596 再乘以2% 再加上12% OK了 这就算出来了吗 是吧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算过程 第二个计算过程 来 我们从第二步 从第二步 我们用第二种计算过程 从第二步开始 我们变清 怎么变呢 像这样的四子 我们可以交叉相成 这个交叉相成这种方法 可以用在后面的 每一股收益 无差别点法下 交叉相成呢 好 第一个计算的分母 乘以第二个计算的分子 那就等于 第一个计算的分子 乘以第二个计算的分母 交叉相成 这个地方 交叉相成 好 那交叉相成出来 那应该是 i 减去12% 再乘以 负的 0.3818 等于1 等于第二项交叉相成 分母就是 2% 再乘以 负的 0.3282 对吧 这个四子呢 可以这样定 好了 那这个四子 同母下去 用计算器 自己 把它给解出来 好 设计到 叉相成法的计算 至少同母下去 要算一次 答应我 一定要算一次 好 最终我们求出来 正下的答案呢 那应该是 13.72 想想前面的基本思路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 我们需要求的 这个位置参与这个利率 一定介于12%和14%之间 结果算出来 13.72% 恭喜咱们算对了 确实介于这两者之间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咱们看下面这要题 下面这要题 假设 则限力 为 14%的时候 财务经验值 NPV 假设等于 负达150万 那么 当则限力 为12%的时候 财务经验值 NPV 假设等于 50万 现在 请你求 它的内涵数域 IRR是多少 现在他说 啥叫内涵数域 好 现在我告诉你 告诉朋友们一个结论 当内涵数域率 作为 则限力的时候 我们的 NPV 就等于0 好 那全体们 现在如何求这个 内部数域率 如何求这个 内部数域率 是不是 刚才的基本思路 咱用起来 首先咱可以肯定 当你 则限力 为14%的时候 财务经验值 负到150 则限力 为12%的时候 财务经验值 是50 当财务经验值 等于0的时候 所对应的 则限力 这个内部 收益率 那就一定 介于12%和14%之间 那么到底 介于哪个之间呢 来 我们简单画个图 假设 这横坐标 是则限力 随着则限力的上升 我们的 进限时 是这样下降的 好 根据前面的 有之条件 当则限力 为14%的时候 好 它的经验值 是负了150 当则限力 为12%的时候 经验值 是50 现在我们要求的是 当这个经验值 等于0的时候 它的一个 则限力是多少 那首先 朋友们 告诉我一个结论 请问 这个则限力 是大于13% 还是小于13% 那肯定是介于12% 和14%之间 那我问 大于13% 还是小于13% 你看这个图啊 12%和14%之间 这不就13%吗 那么 现在财务金验值 等于0的时候 更加 接近于 50 而偏离 负了150 所以 它的一个 内涵收益力 它的一个折限力 应该是 要小于13% 更加靠近12% 那是不是这样的呢 来 来 劣势 劣势 劣势走起 假设 IRR 是它的内涵收益力 在 它这 则限力的情况下 净限值等于0 来 开始 IRR 经验值是50 再除以 14%对应的经验值 负了150 减去 减去50 你们 这样 稍微一算 这个地方 应该是 四分之一 这个地方 应该是 2% 所以 你拿出计算器 一算 IRR 等于 12.5% 一定等于12.5% 是吧 那小于13% 大于12% 行了 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第六章 内涵收益力的计算 这个思路 连考了N年 好 谈到这儿呢 我们把插值法 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 对于插值法来讲 涉及到如下的四个步骤 第一步 求出细数对应的数值 你看 刚才 我们不是求出来 那个细数值 对应的是5吗 第二个 查表得出 代求系数值 最近的 一大一小的两个数值 那么 我们在进行查表的时候 一个呢 比5大一点点 一个比5 小一丢丢 好 一定是求出 一大一小的两个数值 把我们的位置参量 夹在中间 这 还叫做内插法 这才叫做插值法 如果不是一大一小 你没有办法插入 对吧 第三个 列式计算 务必注意 比例关系的一个对应 最终 几书结果 这就行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题目 看下面的道题 某项投资 初始投资是100元 期限为5年 每年年末 带来25元的现金流入量 哎呀 这个投资比较小 哎呀这个投资比较小啊 用插值法计算 该项投资的预期收益率 那怎么算 那么这个地方 求它的预期收益率 实际上就求的是一个折限率 所以你们继续把这些数字 它的一个基本经济含义给确定出来 首先 初始投资额 这100元 这是终止还是限制啊 这一定是个限制啊 初始投资额 屁 限制屁 那么 他说每年年末 带来25元的现金流入量 每年年末都是25 这二是一个年金 对不对 没问题 期限为五年 有多少个年金 年金的个数 那应该是五个 下面我们来进行列试 第一步不就是要列试吗 来 我们把式子列出来 第一步列试 最终才能够得到一个化解的 一个系数值 同学一看 限制是100 就等于年金25 再乘一个年金限制系数 则限率为位置 系数为五级 先把式子列出来 列出来以后 你马上可以得出 对这个系数来讲 年金限制系数 五期的年金限制系数 就等于四 好 第一步已经完成 第二步 就找数据啊 我们看下面这个表 看下面这个表 那么在这个表当中 我们一看 这是一个年金限制系数表 你看 在系数为五期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 随着这个 折现率逐渐逐渐的升高 它的一个系数值 在逐渐逐渐逐渐的下降 我们刚刚计算出来 这个系数值 等于四 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比四稍微大一点点 比四稍微小一丢丢的 到底是每两个数 那你看 4.3295 4.2124 4.1002 3.9927 找到了吗 找到了 那一个呢 是4.1002 一个呢 是3.9927 咱们就选择这两个数 对了 折现率 一个是7% 一个是8% 当然有团说 哪那么麻烦呢 我上来选个5% 然后再选个12% 那一定是 一个比四大 一个比四小啊 在这儿 朋友们特别要注意 我们选择这个参数啊 是有道道的 那么涉及到 这两个折现率之间的 它的一个差异 不能超过2% 你2%可以 但是呢 不能超过2% 在这儿呢 1% 7%和8% 两者差距1% 那更好啊 差距越小 我们越进去 本身差距法 它就是一种 近视的方法 好了 我们把这两个系数 搞定以后呢 下面我们的椅子参量 就已经起位 好 8% 对的是3.9927 7% 对的是4.1002 下面 同学们自己来列试 请你按下暂停键 自己来列试 三分钟以后 再继续往下播放 同学们列出来了吗 好 我跟他们列一列 那么根据 比较方便的一种算法 在分子的倍减数 列位置参量 所以我们假设 对应的利率 需要求的利率是i 那么再减去 再减去7%的利率 再数以8% 减去7% 对吧 这不就是利率差的比吗 哎 它的单式的右侧 那一一对应就行了 对我们要求的 这个位置参量i 所对应的系数值是多少啊 哎 刚刚算出来 它应该等于4 再减去7% 对应的系数值 4.1002 那么接下来 8%对应的是3.9927 再减去4.1002欧了 那么拿出计算器 自己算一算 自己算一算 那就搞定了 好了 这是我们这道题 这道题继续是插着法的利用 最终算出来 那应该是7.93% 行了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历年的考题 到底是如何考核的 看一下19年这道单选题 说某公司设立一项 常债基金项目 连续10年 每年年末存入500万 第10年年末 可以一次性地获取9000万 以至下面一系列的系数 请问 该基金的收益率 介于哪个之间 好了 那同学们一看 在这道题目当中 它说 第10年年末 一次性获取9000万 这显然是一个终止 是吧 它又说 每年我们都存入一笔500万 这显然是一个年金 先把四则列出来 那是500万的年金 再成一个年金终止系数 年金终止系数 则限率 是I 位置参量要求的呀 那么 七数 总共是17 就等于 就等于我们的 年金终止 9000万 好了 有了这个四则以后呢 咱们可以把这个 细数值算出来 这个年金终止的 细数值 那就应该等于1 等于1 9000除以500 9000除以500 是多少 你掐指一算 9000除以500 那不就是18吗 好了 那同学们再一看 我们前面的 告诉了这些 具体的系数 那么 如果是 12%的时候 12%的时候 17的年金终止系数 17.549 那如果是14%的时候呢 19.337 那同学们一看 我们现在要求的 这个位置参量 一定介于 12%和40%之间 为啥 因为这两个 年金终止系数 一个比18 大一点点 一个比18 小一丢丢 所以 我们18所对应的 这个折线率 这个利率 一定介于两者之间 正确的答案 选哪个 选 假A 12% 那14%之间 行了 都不让你进行计算 来 干下21年 这道单选题 某投资项目 折线率为10%的时候 净限值100万 折线率为14%的时候 净限值 付了150万 之后 它的内含收益率 是多少 那么 它的内含收益率 是多少呢 我们一看 直接 用的是 差值法的计算 它的内含收益率 IRR 所对应的 这个净限值 NPV A 这叫净限值 是吧 等于多少 等于0 这个结论呢 我告诉同学们 这是个已知条件 是吧 先告诉同学们 这是个已知条件 那 10%的时候 对应的是100万 14%的时候 对应的是 付了150万 请问 请问0的时候 对应的是多少 那对应的是多少呢 来 你也是 位置差量 IRR 减去 10% 再除以 14% 减去10% 就等于 你再一看 现在 现在IRR 所对应的 净限值 是0了 再减去 再减去 10% 所对应的 收到场 100万 再除以 14% 对应的收到场 负到150 再减去 再减去 10% 所对应的 那是100万 这个方程 就列出来了 那列出这个方程 咱稍微求解一下 这一部分 就应该等于 250分之100 这样呢 就等于0.4 就等于0.4 那么 在这个地方 分母 那是4% 好 最终得出来 IRR 减去 10% 就等于 就等于0.4 再乘以4% 0.4 乘以4% 等于多少啊 那不就是 1.6% 吗 1.6% 你再把这个 10% 移过来 那最终得出来 IRR 就等于 11.6% 正确答案 这不就出来了吗 正确答案 那不 选择选项A吗 OK了 这是2020年的 单选题 当然有的成员说 刚才 曾经好像提到 一个规律 说 我们的 以资参量 这两个折线率啊 最多 不能大于2%的差异 那 那条题目当中 一个是10% 一个是14% 大于了2%了 你们记住 天大地大 不如 题目的条件最大 那题目的条件 就告诉 这两个条件 就告诉 这两个参数 那你只能用 这两个参数啊 对吧 别较真 天大地大 题目条件 那可是最大 好 这是我们 插指法的应用 对我们必须要掌握 必须要搞定 刻下 算一算 列列式子 思路 把它理一理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关于民意利利利和实际利利 两者之间的换生 对于 这个民意利利 有的时候又称之为 报价利利 报价利利 对于这个实际利利 有的时候又称之为 有效利利 好了 对于这两者之间 到底 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和你 我和你 都找银行贷款 贷多少 都贷100万 那银行说 咱们一视同仁 你们俩都来贷款 哎 银行说 我很欢迎 哎 银行跟我签订的合同 利利12% 跟你签订的合同 利利也是12% 在白紫黑字的上 合同上 利民的利利12% 这就是报价利利 银行跟我们俩的报价都一样 但是 银行跟我说 由于我的颜值太低 所以 是每月 继续一次 而对于你来讲 颜值比较高 每年 继续一次 请问同学们 现在 我和你 还一样吗 我们呢 白紫黑字 所写的这个报价利率 都一样 但 我和你之间 我们所承担的 实际的成本 还一样吗 实际的成本 肯定不一样 谁的成本高 我的成本高啊 因为 每个月 继续一次 那第二个月就开始力滚力了 第三个月 那力滚力效果更 更严重啊 到了 一年年末的时候 我的利息一定比你的多 因为对你来讲 这一年只继续一次 在这一年当中 就没有力滚力啊 所以现在 我们要看一下 在不同的继续方式下 我和你 所承担的 实实在在的利率 到底是多少 我和你之间 这个实际利率 那肯定不一样 我的实际利率 一定要比你的高 因为 力滚力的情况下 我这一年啊 那可是力滚力滚了 十二次 对吧 所以基因此呢 就有民意利率 和实际利率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来 我们看看下面的表述 当继续周期 小于一年的时候 就出现民意利率 和实际利率 这两个概念 首先我们看一下 民意利率的计算 民意利率 基本上不用你计算 因为银行 在对外报价的时候 报的就是这个民意利率 那 这又称之为 报价利率吗 好了 我们以刚才的例子为例 就以我为例吧 假设银行说 我去借钱啊 这个利率是百分之十二 白子黑资尔 双方千字画呀 摇破手指头 咔嚓 盖个红手印 嘿嘿 利率百分之二 但是呢 是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 记息一次 然后 每年 复习一次 我找银行 带了多少钱 带了一百万 首先 问同学们一个 非常简单 但是有的同学 没有认真听课 就容易错误的问题 请问 在这样的记息方式下 我 这一年承担的利息是多少 哪位同学感受是十二万 有没有同学说十二万的 说十二万的同学 站起来 我来批评你几句 那肯定要超过十二万 为啥 每个月记息一次啊 每个月 我就要利滚利一次啊 所以我的实际的利息 一定超过了十二万 好 下面就有几个专业术语 人人听 人人听 很重要 很重要 第一个专业术语 我们反复提到 年报价利率 年报价利率 就是刚才 白子黑字签订了12% 那么第二个专业术语 继息周期 那么继息周期 说的是 经过多少时间 咱就继息一次 在这个例子当中 咱经过一个月 就继息一次 对吧 所以 一个继息周期 那就是一个月 那么接下来 第三个 继息周期的利率 继息周期的利率 那么继息周期的利率 该怎么算 既然一个继息周期 是一个月 所以继息周期的利率 一个月的利率多少 你看 年报价利率12% 咱们均摊到每个月 每个月的利率 那就应该是1% 所以继息周期利率 应该等于 年报价利率 年报价利率 再属于一个 一年当中的继息周期数 一年多少次 一年12次 就等于1% 这是第三个专业术语 那么第四个 继息周期次数 继息周期数 那请问 在这道题目当中 继息周期数 等于多少啊 继息周期数 一年继息周期数 数就是12次啊 12次 好了 四个专业术语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首先 年报价利率 12% 白子黑字 银行给我的报价 12% 第二个 继息周期 就是经过 这一段时间 咱就继息一次 在刚才这个例子当中 那是一个1 接下来 继息周期利率 一个继息周期 所对应的利率 用年报价利率 除以继息周期数 达到1% 那么继息周期数呢 继息周期数 那一年总共有12个月 那我们继息周期数 那是12次 好了 有了这些基本的餐料 来 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 刚才的问题是 我贷款了100万 贷款100万 那么年报价利率 是12% 每月 继息一次 然后呢 每年 复息一次 好 朋友们 跟上我的思路 现在我们要解决一个 什么问题 解决的是 我们的实际利率 有效利率是多少 首先我们明确 这个实际利率 一年的实际利率 当然 这个特殊说明 都是一年的 一年的实际利率 是不是应该是 用一年的利息 再除一个本金 这不就是利率吗 利息除以本金 就是利率 那么我们的本金是多少 本金就是100万 利息是多少 这不知道 利息一定不是12万 利口利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是12万呢 比12万要多 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 就转换为利息得计算 把前面的相关知识 咱都用起来了 来 请同学们告诉我 这三个字 我们又叫做什么 本利和又叫做什么 还记得不 嗯 有的同学忘掉了 忘掉的同学 面壁思过15秒 本利和 这不又叫做中词吗 好了 本利和 再减去本金 那请同学们 这又是什么呀 这不就损利息吗 哎 利息的计算思路 出来咯 所以我们先用中词 再减去本金 那不就损利息吗 好 现在我找银行 贷款了100万 银行说 一年啊 咱都记息一次 利滚利 那就是一年滚一次啊 现在 一年滚了多少次 一年滚了12次 那么 每一次 所对应的利率 数多少 1% 所以 我现在找银行 贷款这100万 这不就是一个现实吗 刚才我们说 要计算本利和 我们要计算的是中词 是吧 要计算的是中词 首先 这是一个什么呀 这是一个一次支付求中词 还是年金求中词 哎 基础问题回答我 一次支付求中词 还是年金求中词 这一定是个一次支付求中词 为啥不是年金呢 哎 同学想 我是零死年贷款了100万 我在第一年的年末 我这个时候才涉及到资金的支付 中间没有资金的支付啊 中间我只是复利据息而已 没有支付利休 所以这是一个一次支付求中词 一次支付求中词 好了 那么既然是一次支付求中词 来 公式 走起 中词就等于一 限值再乘一个 一加i的n次方 还记得吗 哎 限值乘以一加i的n次方 就等于中词 那么回到这二题 它的中词 本利盒不就是用100万再乘一个1加上 每一个月 每一个季息周期的利率1% 全年利用利多少次 12次 好了 这中值就搞定 本利盒就搞定 既然这个本利盒搞定了 来 我把这个本利盒 再减去本金100 这是不是就是我一年下来 应当支付的一个利息啊 就要支付这么多的利息 支付的利息 再除以我的本金100 这就是这一年 我实际承担的一个利率 这就是实际利率 化解一下 那就是1加1% 再来一个12次方 再减1 这就OK了 好了 这是关于 年实际利率的计算 好 如果说这块 同学们跟上了我的思路 我想这个计算公式 自然就有了 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 关于实际利率的计算 来 给我们一看 首先第一步 计算G7周期的利率 G7周期的利率 用年报价利率 再除一个G7周期数 在这道题目当中 12%除以12 等于1% 第二步 计算年实际利率 1加上G7周期利率 1% 然后1年 有12个G7周期 来个12次方 再减1 就行了 好了 下面这些计算公式 朋友们 简单一看 正在理解 理解才万税 来 我们看下面这张例题 下面这张例题 假设年明义利率 是10% 按年 半年 季月日 来计算它的 年实际利率 是多少 来 我们来看看 假设按照这个季度 来进行计算 就是说 每一个季度 我计算一次 看一下 它的年实际利率 是多少 年实际利率 是多少 来 1 再加 告诉我 我们一个季期周期 是多长时间 一个季期周期 不就一个季度吗 那么 一个季度 作为一个季期周期 全年有多少个季度 春夏秋冬 四个季度 所以基于此 我们 一个季期周期 一个季度的利率 是不是应该是 10% 再除以4啊 一个季度 所对应的利率 2.5% 那么 全年复利了多少次 全年复利了4次 然后再减1 这行啊 哎 一定要注意后面减1 所以 按季度来季期的话 我们年实际利率 10.38% 你会 惊奇地发现一个规律 随着 季期周期数的增加 随着 季期期 的缩短 那季期期缩短了 那季期周期数 不就增加了吗 好 你们一看 从上往下 这个实际的利率 那可是越来越大 这个事儿呢 好理解 你想 如果说 咱们按半年 继续一次 一年 利滚力就两次 如按照每一天 继续一次 一年的利滚力 就365次 你利滚力 这个 随着季期周期数的增加 利滚力的效果 就越来越大呀 所以 从上往下 季期周期数越多 年实业利率 就越来越大 结论 有了 每年 季期周期数越多 年实业利率 和民意利率 之间的一个差 就越来越大 这个差距 就越来越大 像这些结论 不要记 能够理解 那可是最好低 好 接着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题 单项选择提 某借款 它的利息 半年季期一次 年报价利率6% 请问 它的年实际利率是多少 在这地方 它说 这个实际利率是多少 没做透出说明 那就是年 好了 到底是多少呢 来 首先 一个季期周期是半年 一年就两个季期周期 那么 每个季期周期 所对应的利率 那是不是应该是 6%除以2呢 这是每个季期周期 所对应的利率 然后 1 加 季期周期的利率 一年几个季期周期 一年两个季期周期 所以 再来个二次方 再减去一 行了 正确答案 掐子一算 就算出来 那应该是 选择 选项B 6.09% 好 这次来到单项题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第二种情况 通货膨胀情况下 民意利率 与实际利率 时间的换算 继续举例 比如说 我找银行 去存钱 我有100万 到银行存钱 银行说 哎呀 这个存款的利率 比较低啊 一年的利率 只有3% 一年后 我能拿出103万 好了 假设 假设这一年 这个通货膨胀不得了 通货膨胀率 达到了5% 那我们同学们 一个定性的问题 我存这个钱 赚了还是亏了 赚了还是亏了 那我存这个钱 那一定是亏了 存的越多 亏的越多 为啥呢 咱举个例子 比如说 假设 我在现在 花100万 能买一台设备 这台设备啊 现在有100万 那我如果说 把这100万 存到银行 一年后 一年后 我取出103万 不考虑 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在通货膨胀率 5%的情况下 请问 一年后 这台设备 价格受到啥 在不考虑 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仅考虑通货膨胀 它的价格 自然也会上涨 这台设备 一年后 又变为了105万 那你看 一年前的现在 我可以用100万 买这台设备 一年后 我找银行 存到钱 银行给我103万 拿着这103万 去买这个设备 人家说 请你 转身走 不可能把这个设备 卖给我 因为这个设备 现在要买105万了 我103万 买不了 说明什么 说明 这一年 我去存钱了 存亏了 说明 我的实际利率 实际上为负 好 下面呢 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实际利率 与民意利率 之间的一个关系式 在这儿 列出来了 好 那是 实际利率 等于1加民意利率 再除以1 加通货膨胀率 再减1 这就行了 前面这个设置 他们可以不用挤 至于这个设置 到底如何推导 咱别管它了 别管它了 好了 下面 我们就用这个设置 看一下 能否解决 一系列的问题 那根据这个设置 他们马上可以得到 当民意利率 小于实际利率 小于通货膨胀率的话 小于通货膨胀率 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我们 实际利率一定为负吗 就像刚才那个例子 通货膨胀率 5% 那银行告诉我的 这个报价利率 这个民意利率 是3% 我实际上 存到一年以后 我的实际利率 一定为负的呀 好 我们根据这个公式 来解决如下的问题 20 某二年 这个地方 那是 20某二年 我三业银行 一年期的存款的 年利率3% 假设通货膨胀率2% 那实际利率收到啥 首先 男们同学们 一个定性的问题 现在 这个实际利率 为正还是为负啊 存款的这个年利率 那就是报价利率 民意利率为3% 大于通货膨胀率2% 咱们存钱 那应该是赚钱的 所以 这个实际利率 那应该为 应该为正 假设同学们 都能够记住 刚才的计算公式 我职业一代 1 加 民意利率3% 再除以 1加通货膨胀率2% 然后再减1 欧了 这样出来 它的实际利率 百分之 9.08 0.98 0.98 百分之 0.98 是吧 为正 现在把这个条件 换一换 说 假设通货膨胀率 为4% 当通货膨胀率 为4%的时候 那一定是 实际利率为负啊 继续 1 加3%的 民意利率 再除以 1加4%的通货膨胀率 如果再减1 等于1 负的 0.90% 那存钱 存钱是亏的 好 这里方 少一个负号 负的 0.90% 负的 0.90% 好 这是我们这要题 往下走 再来 咱看看 下面的题目 2020年的单选题 说如果实际利率为10% 通货膨胀率为2% 这民意利率 少到场 像这样的单选题啊 我们在考场上 可以先排除一下 首先你一看 实际利率为10% 通货膨胀率为2% 那民意利率 民意利率 那一定要比这个实际利率要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选项 选项C 选项B A 就可以把它排除了 那到底是选项B 还是选项D呢 人家说 现在 要算民意利率 你把实际利率 再加上通货膨胀率 那两者一项一项 不就是12%吗 朋友们 刚要选择12% 突然想到 我们 通货膨胀率 实际利率 民意利率 它们三者之间的换算 那个公式还比较复杂 咱们没记住 没记住 你就选12% 咱们记住了 你就不可能选12% 这12%排除 正确答案 那选项B 这就出来了 考试的时候 实在是周投无路 你就可以这样来 当然如果说 我们现在能够记住计算公式 并马上通过计算公式来倒推 1加上民意利率 再除以 1加通货膨胀率 是2% 然后再减1 就等于 就等于 我们的实际利率 10% 你这样 把民意利率倒推出来 这样的一远一四方程 朋友们 要会解 那最终解出来 那应该是 12.2% 选择选项B 好 这样的题目 在考试上 实在是 想不起计算公式 也不能够轻易的举手投降 稍微想一想 该排除的 一排除 正解答案 基本上也就快来到你的眼前了 好了 这关于实际利率和民意利率的换算 我们涉及到两种情况 第一种 一年内多次继续 那第二种呢 考虑通货膨胀情况下 好 思路要搞定 谈到这儿 我们整个实时点 基本上也就告一段落 我们的第二个实时点 关于货币时间价值 那涉及到相关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也就接近尾声 回顾这个实时点 我们谈到了 货币时间价值的相关概念 谈到了终止和限制的换算 谈到了差值法的计算 谈到了关于利率的换算 那么实际利率 民意利率之间 到底怎么换算 应该说 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内容 朋友们在课堂上 能够跟上我的思路 能够听得懂 基本上也就可以了 好 谈到这儿 我们的第二个实时点 货币时间价值 就要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